请点燃 斯卡罗 魁梁三年赤字破两亿 以1867年罗美浩事件为背景 改编自陈耀昌小说魁梁哈的史诗集旗舰剧作 斯卡罗近日召开全球首映记者会 副总统赖清德也清零现场 希望透过斯卡罗 能让国人更认识这片土地的历史 尊重不同的族群 台湾应该要像日本或像英国一样 我们应该也要有我们的历史剧 让我们国人能够多多了解我们的历史 让我们能够更加尊重彼此 然后在这块土地上大家一起生活 气势磅礴的视觉震撼 制作规格堪比电影登机 因着对台湾这片土地的使命感 剧组演员 无不付出自己最大的心力与经历 不只要在真实的山林海边奔驰 还要学习排湾族语 闽南语 客家语等不同的语言 57岁的演员夏静廷就表示 透过斯卡罗唤起自己 对于客家语言的记忆 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从发音 名词到句子 然后又重新把我记忆中的母语 给找回来了 那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斯卡罗潘文杰直系后裔指出 斯卡罗的历史脉络不应该只局限在台湾族群 这个大家庭在恒春半岛甚至北到台东之本 融合了四五百年 也希望大众在关注斯卡罗之余 也可以关心台湾原住民现在的处境 斯卡罗是一个非常多元 而且是很代表台湾族群融合的一个大族群 也希望我们的政府还有外界的朋友 在关注斯卡罗之余 也可以关注台湾原住民族 现在在部落的现况还有一些困境 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或是认识我们的过去 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 斯卡罗全剧共12集 从8月14起在公式播出 借由穿梭在真实故事的背景 与历史事件的场景中 传达对这片土地的爱与敬意 有些新闻 怎么当时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道